Hello 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进第三课 第二车的第三课 Unit 3 Different reality 来 different 这个字D-I-F-F-E-R-E-A-L-T Different这个字是不同的 这个字是翻译成不同 形容词哦 它是个 adjective不同的 那什么是reality 来这个字呢 我们可以先把它拆成我们本来会的单字 我们学过real R-E-A-L real real real这个字叫做真实的 它是真实的意思 东西是真实的 形容词 然后后面呢 加上artity ity这个名词字尾 各位可以看到 老师说它是个名词词性哦 然后呢 它是一个字尾 它常常放在单字的后面尾巴上 然后有一个名词的词性在里头 所以当它被冠上去这个单字之后 合在一起reality就翻译成是一个真实的状态 这个名词reality它的中文可以翻译成状态 它是一个整体的状态 所以合在一起一个真实的状态 那合在一起reality就是现实 这两个单词合在一起reality就是一个真实的状态 那我们就会翻译成现实 好所以一个不同的现实生活 我们这一课要介绍的就是a different 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 好那讲到这个reality 我是想要特别提醒一个单字 提醒一个reality这个结尾 各位还记得我们在第二课学到一个hospital吗 hospital hospital这个字叫医院 hospital这个字叫医院 当然我们加上了reality a i t y结尾就变成hospitality hospitality 医院呢是一个能够让很多人能够符合需求的地方 所以医院的像医院一样能够符合个人需求的一个状态 合在一起hospitality我们就可以当作好客 款待的意思 对啊还记得这个单字吗 一个人的好客精神 一个人的款待精神 医院就是一个能够款待各位的地方 你有任何的疼痛啊 我们的生老病死各种状态都会是在医院发生的 所以hospital这两个字合在一起 它就是款待的精神 好客的精神 他们跟a t reality hospital 我们可以当作是同一种 同一种 一种规则来去记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它的课文 下一句哦 来课文当中呢 lily 他一开始呢就举了两个例子哦 各位可以看到呢 第一个例子是lily lily呢 这个女生啊 她正在using her smartphone 正在使用她的smartphone手机 用她的手机去做什么事 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to 这个to是个不定词 这个to是不定词 老师会知道的原因是因为后面加的是一个动词 对不对 后面加了一个take 叫做拍照 这个take是T-A-K-E 是动词 所以呢 我这个to就是不定词 to后面加原型动词表示为了 她正在使用它 It is using her smartphone 她正在使用这个叫做现在进行事 lily呢 正在使用她的手机 in order to 为了要能够干嘛 这个to就可以换成我们本来会的单词 in order to in order to翻译成为了 后面加什么 后面加原型动词 所以呢 我们的lily拿着她的手机是为了要to take take这个字呢 在这边当作拍 拍照的动词用take selfie selfie是自拍照 所以我们的lily正在拿着手机在做自拍 take the selfie 她正在拍着她的selfie 她的自拍照 和谁呢 这个with翻译成和 和她的her friend 和她的朋友 the little screen 这个小小的screen 手机的小小萤幕 screen 这个字是萤幕 screen 写上去哦 这个字 萤幕 这个小小的手机萤幕呢 正在keep 不断的 继续的 making 使得她们一直在笑 laughing 好这个keep是继续 来我们写一下同一字哦 这个keep呢 可以等一下课文当中也会看到的另外一个同一字就叫continue 是我们第一侧的东西哦 continue后面也是加ing keep后面也是加ing 继续 所以呢这个小小的萤幕就继续的使得 接下来这个make是使忆动词 使忆动词后面加圆v left 小 使忆动词后面加圆形动词 这个小萤幕